阿卡赵慧珊到访流浪狗场的时候 被其中一只狗咬伤嘴唇 缝了酒针 这天他的前绯闻男友吴叶坤 现身筹款节目 明暗暖问新动演的时候 也有表达对阿卡的关心 就没直接去问他 但是有看到他的这个网路 有写很清晰很冷静的写去这个经过 所以我就相信他其实都已经解决了 还有冷静了 所以就不如这个时间 就给他时间去休息一下就好了 但他现在心情是平静的 我就相信他是吧 因为如果不平静 就不能够打出这一篇的文字 还有自拍去告诉大家他的上戏 那自己有被小动物咬过的经历吗 狗就没有 但是最近就给我的猫猫咬很多 所以就是说始终不能够言语去沟通嘛 所以就真的要去特别的小心 但是事情都发生了 就是不能够理错我说的 没得说 所以就尽量去小心吧 而阿卡同公司的余章宁也很担心师姐 说会借上医生给阿卡啊 有跟他说要保重 因为自己看到他打的那段痴 自己是非常担心 然后觉得好害怕 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吃货 然后我第一时间 我记得我都是看看静止 我自己有没有破伤 所以他这一次是 他的嘴上面受伤 是还有缝针 我都非常担心他 希望他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介绍一下医生给他 希望可以帮到他 不小心弄伤的还有陈明喜 他也有交代弄伤手脚的经过啊 昨天我就是想玩 去爬山跟两个朋友 但是爬到这个飞蛾山顶的时候 很美的景色都很开心 但是回程的时候就是走错路 然后就在这个悬崖的那边 就是整个都是石头 然后是直落 就没有真正的路 就是慢慢地攀石地下来 然后所以我的手今天已经 就是整个整块皮都擦掉 然后也消伤 因为那个石头很热 然后我要用自己的手 慢慢慢慢地下来 因为太高我不敢站起来 对然后就是可能大概 三个小时才能下来 对很恐怖 然后其实我也就是拐伤了我的脚 所以今天也不能穿高跟鞋 其实真的大家不要 上网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 上网看永远是说 哎很容易两个小时可以走啊 但结果我走了五个小时 这天海俊杰就会和70年的 管弦乐团一起演出 他就说机会很难得 兴奋的因为第一次那么大的那个 管弦乐团一起唱 这个是好像是第一次 然后还有就是我是用学友的一首祝福 来演出 所以令我想到以前江学友也有一大半的管弦乐 我那个很壮观 对所以非常开心 还有更加可以做慈善的活动 所以非常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这次是吴天佑第一次担当重任 和Lisa姐 麦美恩等主持大秀 她也很紧张 事情还做很多功课 今天是我第一次做那个MC了 然后我之前做了很多准备 然后幸好有他们帮助我 带领我 天佑已经很好了 因为一个是一个大寿嘛 所以我之前有跟他分享 就是如果感受到我们的爱 就是成功了 因为这个很有意思的节目嘛 所以希望他可以有下一次吧 应该有的 你感受得到他们的爱吗 感受到他们的爱 还有满满的温暖 聚集那些我爱过的人 日前播放完毕 雷世雅演的方树文医生 获得不少好评 Shika也说很开心 就是很开心 都非常开心 你对莲伟的那个 最佳女主角有信心吗 没有 我就是随缘 你知道你入围了 2022年的那个 最佳女主角吗 有吗 有吗 是网上的吗 是你搬给我的信心 我已经可以预测到 2022年 是我的粉丝们 一定是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 应该我是他们最佳女主角吧